這都是好像看不到台灣的特色在哪裡 那時候我在想說 因為華光要拆掉他們有一個說法 其中一個理由就是 那是一個觀光重點 那這麼落後的地方會給人家不好的觀感 可是我一直不覺得 如果城市裡面落後 會是對城市造成扣分的地方 因為像很多人會去 我不曉得有沒有人去過印度 越南柬埔寨 這些我們光想到 就應該會覺得他們是比我們還要落後很多地方 可是每年的觀光客 若一不絕 那所以我根本不覺得這是一個 他應該要被拆掉的理由子 但是就是說他要怎麼呈現出他的特色 我覺得應該才是重點 因為你去印度也是想要體驗他 某一種精神層面的東西 所以他有他的特色在 才會讓我們一去再去 即使你去的人會拉肚子 還是有人會去 我覺得這個是 這是我想講的 就是好像台灣沒有屬於自己特色的東西 就一昧地模仿 熱氣球啊 櫻花機啊 這就是我們的特色 代工 山寨版 山寨版 所以要有日本 因為要有山寨版嘛 我們都是盜版出來的 所以要有華爾街 要有六本木 要有馬哈頓 對對對 我們的 我們的長官都是從國外回來的 他們腦袋裡面只有外國的那種光鮮亮麗 他們看不到我們本土的東西 這是我的想法 好 各位還沒有 我正罵政府不用 哈哈 太多了 各位還不要講看看 那我不是在罵 今天我想比較重要的是 大家來想一想這些事 把 對我想 呃 幹工人也不是那麼的 呃 看現在好像都常被罵 這其實也不對 對不對 如果再這樣的話 那以後 這個國家還是很 很難過 對不對 工作工人沒有 沒有榮耀 對不對 他怎麼去執勤工務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 社會狀況 好 各位還有什麼樣的想法 欸 我是覺得就是 回歸到比較最遠處的地方 就是 政府其實 應該是要為全民做事的 這個前提 我們一定不再詳細了 對 那甚至是會被交代 你出來不要說你是工夫人 你會被看破 哈哈 那 那 已經不信任了 已經不信任了 因為 因為政府所做的事 譬如說 剛剛有十到幾個 因為 這整個華光的問題是非常複雜 那同時也附入是 政府這一個不再是我們的公器 那他所做的政策 第一個 他各部門之間並沒有去新調 那譬如說 剛剛大家講的那些 就講那個古城牆好了 那個古城牆是非常有意義的東西 但是今天要處理這裡 這裡是的確需要處理 沒有錯 有一些已經是公務員已經是帶死太久了 讓這個問題大到已經沒有辦法收拾了 那你一定是要有一個 有一個時間是要來去把這件事情去處理掉 沒有錯 但是 但是 的確是太處理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這一個 把人的這個部分 放在他後面了 我覺得對人的尊重 還有他 不管他是知人權 或者他是去做事 需要緩緩 需要安置 這些都OK 我覺得 人的這個部分被忽略了 然後歷史的部分被忽略了 對然後 其實最大是暴露對政府的不信任 那剛剛有一個突然提到那個社子島 那我害我心痛了一下 因為 我們家就是有社子島的地 然後我乖乖的幫我媽媽一直在講地價稅 然後終於有一天政府寄封信了 那什麼東西 我去看 原來我們提防外的那個地 因為政府該徵收沒徵收 收了我好多年地價 誰要把錢還我 那個地還在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的東西 事實上是不合理的 對那因為我們順從慣了 那其實因為這些事件 我們要開始去百思 對不是政府做的都對 也不是都錯 社子島 大家知道它的開發計畫 是要把土地墊高9公尺嗎 那個 那個計畫我們是很清楚 但是我知道就是說 社子島它從十幾年前 因為可能製島差不多快20年 當初就提出一個很棒的一個都市計畫 那所以說所有的地主 因為它從20年前 我知道是至少20年前 就全部進界 對啊 所以我的舊主人 全部都得搬走 因為那個屋子 沒辦法再住了 只好搬走 然後 那它最近的計畫要填高9公尺 我們已經不再看它要做什麼計畫 因為都 然後就是一再 那一再的就是 一再的就是 劃一個很大的命 然後就用船 蛤 那未來要提高9公尺 那是幾層樓 蛤 三層樓 三層樓 現在對我們來說沒有任何的意義 甚至老屋都沒有辦法住 連我舅舅們都必須搬出來 進界 對 進界 然後甚至是人家佔用我們的地 因為那是我們的土地 然後呢 人家佔用我們的地為建在上面 地加稅我們只要以外 還有立法委員叫我們去開禍 因為那一個廟他們說 它是 他們因為它是佔用它是違法的 可是 可是 他來 請我們去協商 說 他們要成立 類似財團法人之類 他才能募款嘛 但是我們是地主 他不來問我們要賣多少錢 他就叫我們 我覺得很離譜 非常離譜 那個案子大概很難接 很難接 他現在甚至提完外的地 也不給你徵收啊 他現在就已經做好了 他做好很多次了 現在已經公告 就是已經公告 那都市計畫區為了要填高九米 各位想看看如果地震 那遙遙遙見附邊一樣 是圍牆高級高九米還是 就等個地要填 還是地可以高 周梅那個也是啊 周梅旁邊那個是 周梅君 那搭本身本來就是一個洩紅區 對 所以可能說是說 你如果洪水長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被淹掉 感覺就是要被淹掉 對 那可是因為可能臺灣鼓勵太少 所以說就有什麼同年的組件 從大陸來以後就到那邊去開展 然後就在那邊變成他的地位 是這樣子 那可是原先的規劃是 那是一個洩洪區 所以說當初在那個 聯比北路那個其他站口這個地方 要做一個主導一個口 做一個閘門擋起來 就是說後來社長的軍民說 我們是次能夺兵 把我們都把他外給 這樣子 然後這個後來那個地方就做 然後後來就 最後就是說把他的防潮地高提高 而防潮地高還是沒辦法打這個 適當的同學 那所以說是 就是說希望把這個社長的這個地面 全部填高 就變成說我把你納入都市裡 對 然後變成填高 填高以後 土地還是還你啊 我幫你填高呢 土地還你 然後再開發 可以開發就開始 同學本來很多計畫 有的是說把一二樓打空 人子和助塞樓 塞空的一二樓 就專門做停車格 或者做什麼 然後如果淹水淹掉 這樣子 那很多計畫 就是因為那個 水滴單位是 現在變成水 很隸屬 不知道什麼隸屬 那現在跟老師講的一樣 就是希望就變成 就是計畫變成填高 就 因為現在找不到錢去買 對啊 沒有錢去買那個 那個計畫大概就破在這裡 那證書上面 已經規劃好的公式計畫 你該是公園綠地啦 道路啦 或者是什麼那一些 我都寫得清清楚楚 非常清楚 那我現在只知道 我每年要講計價稅 還有就是我媽之前那個被那個 老人年紀被那個海庫草船給拒絕了 她沒人再領 可是我就拿去那個 那個要去生物的地方說 啊你這個是道路 這個是公園 這個是什麼 我媽也賣不掉 那請問這一個我要怎麼發 沒有就是沒有 去你的廠標啊 對 對 那我我要講計價稅 講得很開心 對 如果你有小稅 你才有這個 人可以去 將來 好還有沒有 有關華光的這個 問題 就是跟我講一個 就是 剛剛 我跟幾個層面來講 除了剛剛講到的問題之外 當然就是因為有一些 幾個民主然後他們住在那邊 然後幾個過程很粗糙 那剛剛同學都講過 那我還想想一個就是 一般小市民對這件事情看法 就是大部分的人可能 呃 看到新聞對這件事情 可能會覺得說 開發很好 然後地價漲很好 然後 呃 就是 本來就應該 城市就應該開發 開發等於進步這個思維 就是台灣洪廢這個思維 綁架 那我要從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說 呃 所以大家可能沒有考慮到 如果自己居住在這個城市的話 我們對這個城市到底有什麼願景 能想像 如果你是一個家長 如果你是中生國中 小朋友的家長 那你會希望說旁邊蓋 Shopping mode或者是 呃 國際旅社的話 然後所有的路客 把所有的杭州奶路 或者是愛國東路機買 那你的小朋友上下學 會不會很危險 就是 當你真的是 真的是 住在這樣的一個城市 你對 城市的願景是什麼 就是 呃 剛剛也有同學講到就是說 就是這個 國際的大城市 觀光的城市 之所以民人 一定是他有一些 故事 他有可能是老樹啊 可能是古蹟 可能是文化 那有歷史的記憶 然後重點是人情味 那如果我們把這些都剷除 把所有的舊的東西都剷除 那我們剩下的是什麼 就是千變與綠的 呃 101嗎 就是那不成 人家會因為台北市 然後很多一個 很多種101而來探觀嗎 我覺得應該不會 我覺得不會 人家會是因為 是有故事 有古蹟 才會去 不斷的去一個流連萬黃 一個城市 讓人家覺得很便宜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 我很可以有一個重點 一個重點 就是土地公共利益 這些事情 就是 呃 我有土地的定義 就是說 大家都共有 所以我就是 之前聽到 呃 單一想像去做決定 說我要做消費 我要蓋 呃 什麼國際乳社 就是這樣 或是我要蓋什麼華爾街 就是不應該只是單一的想像 那應該是全民去共同去參與或討論的 那 不應該只是把他而騰 現在 現在他們謊忘的做法就是把地上物清空 然後這個財物反地 然後要騰空飆售 就是年頂前要騰空飆售 但是要講的是說 騰空飆售是給誰 就是給財團嘛 就是換現金嘛 那這個國有的土地 全民共有的國有土地 就變成財團獨享的 那我們要做任何的事情 譬如說 也許我們現在很講 呃 大家都是非常 呃 22K的很蠢幫助 那我們以後的年輕人要買房子 中年人要買房子 那 是不是有什麼社會注意 還可以住宅 或者是更多的想像 那現在老齡化的社會 也許是 什麼老人安養院 雖然現在的市民 只要建一個什麼安養院 在我旁邊 大家都會反對出 我不要老人安養院 我不要什麼 我不要什麼 呃 麥當勞同志家之類的 就是可能市民的觀念 也要改變 可是要講就是說 怎麼樣去讓這些 這個公共 公有土地 呃 讓公共利益得到極大化 就是 而並不是只是 所有的土地都 呃 一直被建賣 然後 當然不一定是建賣 可能是貴賣 但是總而言之 我們就是沒有這些土地了 然後我們以後要做任何的 呃 譬如說我們要公園 我們要御地 我們就沒有了 然後就只剩下 呃 都一直蓋過天際線的高樓大廈 然後這樣子 認識我們要的城市跟發展嗎 這樣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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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